据相关媒体报道,张志林在新西埃尔风暴中,是演情报组总督察,为了将犯罪集团一网打尽,即假扮成一位起黑前的菲律宾人,与犯罪集团主导接触。 在扮演菲律宾人的过程中,张志林需要戴上黄色颜套,以及贴上纹身,对于自己满口黄牙的造型,张志林很满意,他表示只要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,不建议扮丑,他还认为演员的尺度应该更大才好看。 不过张志林这满口黄牙的造型,倒是吓坏了不少网友,这完全是自毁男神形象,还有网友调侃表示,袁永宇看了不会嫌弃你的吗? 7月23日,张志林在微博写出了一张自己手术后的照片,照片中张志林一只眼睛包着厚厚的纱布,变成了毒眼龙,有时变成了毒眼龙,又是满口黄牙,身为男神的张志林,是真的? 不建议扮丑,果然是有延连性。